好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下午时间大概将近2点47分了 原定2点钟大概会有评议结果的军高检 这里目前还没有任何新的讯息回来 好 我们在等待讯息的这个时刻 也继续来看到说 在昨天晚上呢 事先徐姓正进行抗告庭的一个讯问 那么大概是三个半小时之后 晚上的11点半左右 才换到了这个原本的副旅长 何江中的部分 好 那何江中在这里呢 依旧是维持他的军人性格 跟以前之前的家庭一模一样 不管他都跟他没有关系 这里还呢 这算发誓吗 我不太懂 学的是陈奕勋吗 他也自愿被羁押 提出了三条件 昨天同样在现场还有高华湘 我们请华湘来告诉大家 这个陈奕勋给他们什么启发吗 谁不想你昨天在庭上听到 这会觉得蛮好玩的 他说到的是什么呢 他说到的是 嗯 愿意怎么样 黄天任的夫妻粮有协助加速体检报告的话 他愿意被押 其他的五四两旅的被告跟他有串症 他也愿意被押 还说呢 他现在用电话叫义附卡 他愿意交出来 那么如果真的是有医师什么问题 他也要被押 讲到这 这是他怎么样的情况下讲出来的 其实昨天他的讲庄 他一开始听的时候 其实法官对于 第一个问题就很单道自误 他就问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就是 利用别人来加速 让这个体检报告出炉 对因为法官其实对这问题也很好奇 然后他一开始就说 他就说其实我跟黄天任 只是学长学弟的关系 我们两个并不熟 然后他说如果说有别人 就是有证据说 我们一起在外面吃过饭的话 好那我资源积压没关系 虽然说他昨天他一直说好 他做了三次资源被积压 不过他很奇怪是 他每一次的回答 他都会有个诞书 他不是像陈奕迅说 如果你管我 可以厘清真相的话 那我资源被关 他都是有诞书的 就是说有人可以证实 或是我真的有这样子的话 你拿出十句来 我就资源被关 诚意不足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他们 自己已经有心理一套策略 就是说他们应该要这样子来面对 对那昨天在庭上的话 到底问他说 你有没有帮忙 瞧这个体检 他说没有嘛 所以他资源积压 那问到呢 瞧禁闭事呢 他说是许姓正的主意 其实昨天啊 他们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其实 一昨天三名被告 我在法庭上看了 其实他们的关系 我不知道他们是 真的是已经疏远了 还是说他们 就是有刻意的问题 因为其实原本 他们三个被告位置 应该是像这样子 一整排的 一整排坐在一块 在开提前的时候 他们是分开坐 因为像许姓正 他自己一个人坐到后面去 何江东就是一个人坐在中间 然后范楚先生 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去旁边 就跟律师讲 所以其实三个人 他们就是分开坐 可是这跟第一次开庭的时候 差很多 因为第一次 大家就是坐得好好的 三个人一起这样 就避肩而坐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到这一次以后 他们三个就是 已经分开来了 然后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可能 是因为随着案情的发展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就是 互咬 就是说 是你指使的 然后大家互腿这样子 对 有那个虚狼够細妙一点 味道出来 不过他毕竟他是副旅长 怎么是律姓正 说要去关 关禁闭他就会听呢 我不知道法官听到这 有没有什么反应吗 因为其实何江东他的说法 一直说是律姓正在有一天 他到旅部带我找他 他说他那时候 他正在跑步机旁边 他说是律姓正跟他讲说 这个洪仲秋他这个人 就是太嚣张 然后又说他违规 然后他说一定要管他这样子 就是还对干部强强这样子 对然后何江东在题上 是这样讲 所以他说是律姓正 这样跟他讲以后 他就说好 那我就签了 因为他说 我对洪仲秋 因为我们也不太认识 那我干嘛要特别针对他 所以他把所有东西 就说是律姓正跟他报告的 所以还是继续推导 但他还是强调 到底有没有深色红案 这个部分审判长说 大概是最后问到这种问题吗 他叫无话可说 真的是很凄凉 很冤枉 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因为像他们昨天 两个被告 他们就是每次被问到 这种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 要不然就是无话可说 因为像其实在中间的时候 检察官还曾经 就是跟他就是两个人又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检察官那时候 就问他说 因为他当初 他是说下午这场会议 是旅长说 你以为你之前 就是有曾经被军检验署约谈 那你去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怎么面对军检察官 有话要实说这样 然后那时候检察官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旅长有明确的跟你讲说 是拿这东西来讲吗 然后何江东说没有 那检察官就说 那你又不知道 旅长到底跟你是什么意思 他只叫你去指导 那搞不好是指导 叫你去他们捅一口径 或是把这件事情 收收掉这样子 然后何江东就一直答非诉问 所以后来检察官就很生气 然后法官这时候就说 好那大家不要那么生气 我们会再帮你问一次 法官有继续问吗 有法官在问 可是他就一直坚持说 就是说 我觉得旅长是叫我说 要去叫他们要诚实以对 这样子 又各自解读出来了 所以到底有没有串政之时 在这里有没有正面的答复 就是因为其实像他们 昨天的会谈 然后其实洪嘉律师 他们昨天在法庭上 他们就讲 他说就算你们的回答 就是每次被问到关键问题 你都说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这样 可是当你们就是有模拟问答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已经 形成一个串政的行为了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其实你们早就之前 就已经串政过了 虽然你一直说 我们没有说标准回答 比如说A问题 我们就有一个标准回答 他说虽然你们没有定出来这样 可是问题是 你们这样子模拟问答 那你们早就已经 都已经模拟过了 而且怎么知道时间那么长 那你们到底问了什么 对 因为你们都只有讲一部分 对 然后就讲不知道或忘记了 所以法官也问不下去 你们实际在模拟的过程当中 当然模拟哪些的题目 好我们谢谢华湘 所以这里就很多的相关的 模活地带在这 那这带过去之后 那法官要怎么去看待 这样的行为 我们用常理来推断说 那这样子一个模拟问答的过程 这不叫串工 到底要叫做什么 我不晓得这不叫串工 应该要叫做什么呢 那就请有华哥 特别第一点的自愿被羁押 他就说到了 黄天任夫妻有协助他加速提点 报告他愿意被羁押 我们来看到 这重点就在这里 军检终于去找了这个人 就这几天 我一直在说 黄天任的很重要的一个亲戚 亲戚 那确定他是黄天任的太太 原来在813医院上层单位 桃园的军总医院里来工作 何江中这样子强调 他愿意被羁押 就告诉我没有就是没有 何江中我告诉你 那我从来没有说 那你打了一通电话给某某人 你是不是请黄天任 瞧禁闭室跟瞧体检报告 各位你要理解到 体检报告里面有血液的一项 而这种血液的一项 不是为个人可以开检查报告 而是要一大群 我只是说谁在插队 血液分离机 对 他不是插一瓶下去 就开始把你分离了 这有成本的问题 所以他一台机器上 不知道多少几十只或几百只放好 他才会开始分离 所以这就是加速的一个很重要关键 我再问何江中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 那一天下午4点钟 你有没有请黄天任打电话 有没有 我只要问一个问题 我没说是何江中直接找他 我也没说何江中请他吃饭 我说何江中要叫他大嫂 请问下午4点钟 将近4点 查黄天任的通年记录 跟他的通年记录 那我就说813医院的人跟我讲 大概就在那个时间 那何江中他是扯来扯去说 我跟他没有那么熟 那我跟他如何 我说那我不跟你扯这个东西 我们针对案情讲 我没有说你跟施秋贵很熟 跟医务士很熟 但是你跟黄天任 他居然说我们只是全国局学长 也并不熟悉 并不熟悉他怎么帮你瞧禁闭室 禁闭室何江中现在又说是徐姓正要的 那军高检的这一些都是狗屁 都是狗屁 那我只问 那天下午4点钟在体检室 就体检官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什么事 那你把它找出来谈一谈 此外那我也必须告诉何江中 你开的串政会 好了 那我不算你那个串政 你开的会 请问为什么要开两个小时 你在上面讲了什么话 两个小时 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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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两个话 早上第一场 对 好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沈威志 你们的证词里面都有一个 刘元俊他说资安长 他说那我居然不知道说 这个可以不用查到照相手机 可以不用关紧闭 是他讲的 何江中也说我身为资安长 我也不晓得 沈威志也讲 我在国防部担任资安长 我也不知道会紧闭 查扣到手机会紧闭 智慧型MP3的 三个怎么讲的一模一样 这个就可以从他们的说辞 跟作为当中你戳破他们 你们都看过 我们只是问一个 你们为什么要二诊洪仲秋 非关他紧闭 紧闭单我已经举例了 何江中你也可以举例 好 在你任职军理生涯当中 你有没有一个小时以内 去关人家紧闭一天 好 我也问问沈威志 有没有 好我们待会1500台湾国务团 继续来讨论